料理不依 港典型 台湾味 这些八字看起来明明就是装可爱的港典 吃起来却是那台湾鸡娜最熟悉的古早味 像这个黑的发亮的章鱼包 它心里面包的是三杯中卷 皮衣扒开 麻油 姜的香气扑鼻而来 吃来还有料定的咬劲 北泡泡又眯眯的北极熊也很过水 肚子里藏的是黑糖麻酯与花生粉 散出浓浓的焦糖与坚果香 但是甜度有胆包超标 而且太黏Q了 吃着嘴巴有点酸 诶 这不是电影里的那个大眼怪 绿皮是抹茶的味道 内线只是香甜嫩醉的红豆麻糬 隐隐约约中有密切的酸味 难怪吃来不甜腻 胖肚肚的黄色小鸡其实是咖喱包 咖喱的香气非常浓郁 还带有淡淡的椰酱味 然而一点也不辣 小朋友也能大口大口的吃呢 这家餐厅不但点心做的好看又好吃 装潢也看得出来花了不少心思 非常的华丽 想再开开眼界的话 楼下还有做点朝上百件古物的博物馆 据说很多都是从舒服笔派回来的珍品 1月26号前来打卡就可以免费参观哦 现在100元的门票钱 等新闻台中报道